我是Nchal 那今天要講的這個是 我自己對於 沒有人跟非組織的 詮釋喔 那 不管是在GNB裡面的 我們是 算是老手嗎 或者是說新手 其實有時候我們常會對GNB裡面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名詞 感到疑惑 就是說為什麼你們要講沒有人 沒有人還非組織 你到底在搞什麼你到底是邪教組織嗎 還是怎樣 所以說今天我就要用我自己的 想法來詮釋這兩個 概念 首先 我想要講的 何謂GNB人的觀點 GNB人其實比較簡單 就是GNB的 直譯 就是叫做GNB人 那這是一個名詞 那 可是呢 如果當我們扯到沒有人的時候 各位可以在那個 GNB的簡介裡面看到兩句話 不要問 為何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自己就是沒有人 那可是這個沒有人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邊也沒有解釋啊 所以我就想說 用一種詮釋方法 來介紹沒有人 那沒有人到底是什麼 中文聽起來真的是很困惑 所以呢 就必須要從英文來轉譯 那在這邊的話 就 如果各位有興趣就可以看一張 漫畫 那這張漫畫的話 應該可以用英文來詮釋 什麼叫沒有人 他左上角的字比較少念一下 他左上角的字比較少念 他左上角的字比較少念 然後結果中間這個人就在講說 I am nobody 那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呢 這個地方已經有一個網友在詮釋這一張漫畫 沒有人 Nobody的意思其實有兩種 那當我們在講沒有人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代表 無力沮喪的那一方 因為沒有人做這個 那但是我們今天 居靈兵裡面沒有人的概念呢 卻是在反轉 這種無力沮喪 來讓 另外一種沒有人產生 什麼樣的沒有人呢 散發行動光芒的沒有人 也就是 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 讓無力沮喪變成行動的光芒 也就是 最後達成一個效果 沒有人是無敵的 那什麼是無組織呢 非組織呢 那非組織其實是 無組織個體的總和 可是 這個實在是非常的饒舌喔 這不是在玩繞口令 到底要怎麼樣來詮釋 非組織這個概念 當時我們在網路上討論的時候 我們想 我們就想了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其中一種呢 是我想到以前看過的一本小說 叫做奈米烈沙 那奈米烈沙呢 它的翻譯者是紅藍 不過各位可以請忽略這一點 那奈米烈沙裡面講的一個概念 是一個未來式 未來式是講到說 會有 有低智慧的奈米機器人的產生 那奈米機器人數以千萬計 無以數計 但是呢 他們會聚集在一起 以他們自己平行分散的智慧呢 然後做一些事 來模擬自然界的一些生物 那這些自然界的生物是什麼呢 比如說鳥類 鳥類在列隊飛行的時候 會呈現V字 倒V字字型 可是鳥類很顯然 他們並沒有修過流體力學 他們卻知道 風阻最小的飛行方式 或者是另外一種生物 螞蟻 蟻穴其實是 非常精密設計的一種 一個建築物 但是螞蟻幾乎沒有大腦 他們卻可以產生那麼精密構造 而且分工的乙穴 那所以我想要來詮釋 這個飛組織的概念 就是套用在奈米獵殺所講的 奈米機器人的這個未來式裡面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其實這個就是 一般狀態底下 無組織狀態的個體的總和 但是 這個不是所有狀態底下 都會是這個樣子 有一些特殊的狀況產生的時候呢 情況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什麼 好 當這種狀況產生的時候呢 這些無組織的個體的總和呢 就會聚集在一起 變成這個樣子 好 OK 那這個東西是 雖然是一個幻想的情節 可是當我們把它套在現實生活上的話 看起來就會像這個樣子 好 所以我最後 要講的就是 當組織失靈的時候 沒有人會挺身而出 那 這就是我為臨時政府所詮釋的 沒有人跟非組織 謝謝